后翼器兵也叫女王的棋局 也可以叫女棋王的养成绩 很多人要我聊一聊 这不就来了吗 坦白讲当我看到这部迷你剧的海豹时 我并没有被国际象棋所吸引 我相信我也不是一个人被安雅泰勒乔一圈粉的 这也难怪海豹要把女主的大脸设计得比国际象棋还要大 因为是个人都知道这部剧更多的是在看脸 而不是看棋 虽然我做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 但从海豹就能看出来 这部剧并没有打算真正和大家好好聊聊国际象棋的精髓 还有这项体育成就的背后的艰苦和心酸 是的并没有 孤儿设定和养母去世真的不算 所以后翼器兵在我看来只能说是一部制作精良 每一个细节都直击大众感受而非思考的爽剧 而非神剧 后翼器兵离神剧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剧情结构甚至让我想到了《沿袭攻略》 别捧我 我知道两者的品质完全不是一个段位 不过两者都是女主一路开过过关斩将 虽有失败 但那些也是为了剧情启程转合所需要的 当然这里并没有贬低爽剧的意思 我也很爱看爽剧 谁不爱爽剧呢 在如此片荒疫情持续紧绷的当下 优质且普罗大众的爽剧发挥的优势非常明显 后翼器兵是那种不需要你动脑子 而是只是躺在沙发上 舒适的让主角带你进入他天才开过的炼机之旅 陪着他哭陪着他笑 陪着他赢下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更何况这女主还是安雅泰勒乔伊 你能不为之心动吗 剧集节奏明快 每集麦嘎芬的制造点恰到好处 再加上体育经济类型 本身基因就很能带动观众的情绪 看编时让你欲罢不能一集接一集停不下来 在国际象棋复杂知识上也处理的简单易懂 让不懂国际象棋的人依然有很强的代入感 可以肯定的是 后翼器兵是今年喜欢看剧集的影迷都会讨论的热门剧就是了 甚至理所当然超过了曼达路人第二季的热度显而易见 不过呢今天我不是来吹爆和安利这部已经炸裂的评分高出天际线的后翼器兵啊 在这里是想和大家探讨这部剧集是否还有更大的发热空间 后翼器兵最标志性的一句话就是 你拥有天赋也得到了他带来的代价 很难预测你的代价会是什么 没错写天才的故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为了制造戏剧冲突 天才或天赋往往会去和你所要承担的代价去作为矛盾对立点 那么后翼器兵中的女主贝斯获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剧集能找准或许就能从爽剧变为神剧了 当然你可以说贝斯儿时家庭破裂 因为母亲的情绪崩溃让他差点在车祸中赔命 但不幸的万幸他成了孤儿 孤儿引出的连带词汇就是缺爱没安全感自卑偏执等等 但这只是让这位天才少女变得更特别 而非天才成名的代价 英国关系也是颠倒的 不过在剧本技巧中反差对比的角色设定 确实能为角色带来烘托的效果 超级英雄或者选戏决目的选手不都是有着悲惨背景的背书吗 侯乙骑兵其实也是一直按照反差来塑造贝斯一整季的成长呼光 贝斯去到孤儿院后认识了好友黑妹 所以说他也没有很孤独了 之后他在地下茶水间看到了工友大爷在研究国际象棋 从此激活了他心目中国际象棋命运的种子 一发不可收拾 迎向了男人国际象棋世界的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贝斯在这过程中还对一颗绿色的镇定药丸产生了严重的依赖 这种依赖被剧中设定成像布莱德利库博的永无止境 一位缺乏灵感的作家得到了一种神奇的测试药物 吃完后恼怒清奇 大脑就像开挂的计算机四合变64合 贝斯也一样吃了镇定药丸后 能在天花板看到了棋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并可以反复试错和运算 聚集贝斯的多场比赛就是用药物来协助自己打赢的比赛 前面说了冠军是有代价的 那么药物成瘾应该也算是一种吧 但似乎这药物变成了贝斯赢得比赛的助推技 哪怕只是心理作用 所以这也不算是代价吧 可能较正面的代价会合适一些 同样是药丸代价最好的饮食例子 我能想到的就是黑客帝国 尼尔选择红蓝药丸的名场面了 那个代价的作用力就被发挥到最大 贝斯长大后被领养 起初养母不理解也不支持贝斯参加比赛 连报名费五美元也不愿意多给 贝斯只能写信给孝公大爷 大爷没有多余一个字 直接寄了钱给他 贝斯也不负众望拿下了比赛赢得了奖金 杨母从此也对贝斯的天才起一刮目相看 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当然一部分原因是有着可观的奖金 杨母和贝斯从陌生到熟悉 从长辈晚辈关系到同病相连的挚友 两人边旅行边比赛 杨母也做起了贝斯的经纪人 为贝斯安排比赛之外更多的事情 当然在环美比赛期间 贝斯还是受到了美国冠军班尼的挑战 最终面临合局 这样的双冠军显然不是贝斯想要的 他受挫和不懂国际象棋的杨母大吵一架 但很快和好就是了 不过这些都不算贝斯的终极目标 他的目标是迎世界冠军博尔格夫 在我看来影片从博尔格夫出现后 影片的女主才回归到天才正常人的角色 他前面的开挂模式似乎被监管管理员发现 并禁止使用开挂 或者就是贝斯遇到了一位比他开挂还要猛的博尔格夫 但说笑可以说笑 贝斯在遇到博尔格夫之后 我们也终于能看到一些天才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承受屡次胜利光芒背后的失败 更要学会坦然面对这种失败 然后学会重新站起来 贝斯在两度输给博尔格夫之后 输其实不可怕 可怕的是找不到输之后脑子里能想到复盘的机会 博尔格夫的奇异就像他能看到国际象棋最顶端的天花板 他却无能为力去突破 这也正是博尔格夫他们当时旁教策基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女孩输不起 输了就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 这个梗虽然在影视作品中很俗套 但却很实用 或者在天才的世界里 我为什么要加或许 因为我不是天才 所以只能想象 或许在天才的内心 展现自己的才能并得到认可 也就是赢 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学吧 为什么满分100分拿了99分哭得死去活来 所以当贝斯两度败北后 他也终于能在第二名中体会到失败的滋味 跌落至人生谷底 虽然说这样的角色 无光成长转变来得有些晚 但毕竟还是到来了 但遗憾的是 聚集并没有很好的把贝斯 为什么要赢得比赛 为什么那么爱下棋的动机 却和贝斯内心孤独和缺爱 很好连接在一起 更没有牵引到所谓的 他执着于下棋的代价 举个影片中的例子好了 杨梅有提到下棋不是人生的全部 他希望贝斯除了下棋 还可以去做一些正常女孩子做的事情 这可以视为贝斯下棋是牺牲做正常女孩为代价 但之后贝斯依然选择不放弃国际象棋 他的人设并不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的女主 最后选择扔掉手机扔掉时尚 那么电影的每个角色 都为自己钟爱的时尚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或者更贴合体育精神的百万美元宝贝 热爱拳机所付出的代价 一目了然 但贝斯可以在国际象棋中找到存在和认同感 所以他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剧集里并没有明确指出 因此贝斯输掉棋局的代价 并没有对贝斯产生实质性的转变 只是在赢的过程中 编剧设置了中规中矩的低谷挫折 不高级但非常管容 所以按照常规套路 帮贝斯走出低谷的当然就是他的那些朋友 比如黑妹还有公友大爷 尤其是公友大爷作为他国际象棋的启蒙之友 相信大家看到公友大爷去世那段 也不尽泪目吧 公友大爷这么多年来从未联系过贝斯 但却默默地一直关注着贝斯的每次比赛和成长 并为之感到骄傲 曾经贝斯还是孩童和公友大爷的合影 也被他一直珍藏着 也正是因为为数不多的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 贝斯走出阴霾 摇身一变成了健康天才女孩 在最后和博尔哥夫的比赛时 她不用药丸都能直接开挂 天才女王也就此诞生 贝斯成功击败了博尔哥夫 贝斯后面的转型很鸡汤也很正能量 这也是爽聚happy ending的标配之一 结尾贝斯走到街头和老人继续下棋 有人说结尾不好 应该是贝斯拿到冠军以后 去看到人生中更多缺失的乐趣 或者发现真正需要他珍惜的是 帮助过他的好友的情谊 但我恰恰认为此处收尾收得很妙 世界冠军和街头奇迷下棋 正是放下整季比赛输赢官 去好好享受国际象棋带来乐趣的本身 这里就要聊到片中一直说的下棋的代价 或许有这样一个角度解读 就是贝斯发现自己国际象棋的天赋之后 他用引起来取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还有存在感 这是他无法在其他事物中找到相同的感受 唯有国际象棋 而当贝斯在国际象棋中遇到对手甚至败棋 他脆弱的内心就会土崩瓦解 但就在他真正体会到失败后 才发现身边更为珍贵的情谊和朋友 同样也是他活着的动力 所以在结尾他赢得世界冠军后 他跑去和街头奇迷下棋 那时候贝斯的心态才是真正享受于下棋 而不是比赛 当然不敢怎么说 后裔棋兵这样的大女主爽聚 并不一定要去用深刻的主题去证明太多东西 这就如贝斯自己认为的 棋局就是棋局 比赛就是比赛 不要太刻意区分男女棋手 也不要套上太多宗教政治 观众只要一路跟着贝斯简单粗暴 直接的棋局成长之路走 难道他不香吗 他香就够了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 因为后裔棋兵是根据沃尔特特维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而他曾经也说过 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会对增强书莹特别着迷 因此我们也能看到贝斯的人设是把书莹看得很重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 后裔棋兵是一本虚构的小说 并非真实故事改编 那些药丸开挂天花板棋局心仪斗转 也都是为了戏剧冲突而编写的 好像真的比赛是不能吃相关的镇定药丸的对吧 如果真的要找原型 沃尔特特维斯有提到他是根据好几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为蓝本编写的 其中最靠近的则是美国的世界冠军 包比费舍尔 嗯他是男的 他在1972年时打败了苏联的包里斯斯帕斯基 国际象棋不是团队体育 他是一个孤独的体育经济 所以一般能成为国际象棋高手的 都是喜欢独处和孤独的人 费舍尔也是如此 费舍尔成为棋王后 连当时的总统尼克松都借见了他 盛名后的他 反而给费舍尔带来更多的不适和困扰 他甚至当时参加了一些极端宗教团体 但发现被骗之后 精神痛苦就一直困扰着他 甚至被迫从奇谈引退 他还和美国当局交恶 有一次直接放弃了1975年的一次重要的比赛 导致苏联棋手不战而胜 让美国政府很不高兴 费舍尔后来进入流亡期 他1992年复出奇谈 但他违反了美国的命令 在南斯拉夫和曾经的老对手 鲍里斯斯帕斯基比赛 被美国发出了全球通缉 1996年的费舍尔在阿根廷 还提出了改良国际象棋的规则 后来被称为费舍尔任意志象棋 这种变革更能发挥其手的创造力 而不需要再耗时多年去死机应被那种各种开局变劣 在费舍尔的晚年 他在日本机场被抓捕 准备被美国引渡回去 他为此向全世界发出了求救 最后冰岛收留了他 他改了国籍 成了冰岛人 2008年1月17日 在冰岛的家中病逝10年64岁 费舍尔真实曲折其望的一生 也同样成为影视作品很好的养料 出奇之胜就以他为蓝本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知道你是否看了后裔骑兵后 也入了国际象棋的坑 然后买上一副国际象棋摆在家中 那么你最好从买的那天算一下 看看几天棋盘开始积灰 好 新篇速递后裔骑兵 今天就先聊到这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最后记得关注我 认真的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最大的动力 我是大聪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